然后现在对这个国家要求最高的是中国网民 中国网民要求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 军事力量超过俄国 美国 产品质量要超过德国 日本 生态质量要超过新西兰 生活品质要超过瑞士丹麦 没想不超过老子就骂你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是很奇怪的 坦率讲这个要求太高了 你就把这个政府累死了 他也做不到的 但是网民之球爽了 做不到老子就也要求 所以这个有点不好 不好就是每个中国人都气骨骨的 90%的中国人都觉得自己怀财不欲 是不是 其实这个90%当中90%是无财可欲 这就是现实情况 但是我们要求特别高 这是一个我们改变现状的要求特别高 第二个就是 换一个词就是纠错愿望高 还有一个就是说纠错能力还是很好的 这国家一旦重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还可以 知道吧 这个讲这么多就给大家一个结论 就是中国属于纠错能力很好的国家 然后这个好最终啊 是表现为就是改革能力比较好 该改革他就改 装置了